大家好,这里是综艺大联播 梦想的声音是浙江卫视全新打造的音乐节目 节目中素人歌手将指名挑战歌坛巨星 显然导师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到底是什么人能把肖静腾吓成这样呢? 即将接受挑战的导师们 都能否hold住金曲榜上各种高难度的歌曲呢? 赶快到浙江卫视音乐频道收看吧 喜剧总动员第三赛段的入选选手已经诞生 上周的比赛真是异常激烈啊 每位跨界明星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拼命搞笑 尤其是朱宇晨的石头剂 更是成为本期人气最高的作品 到底有多好笑,快来看一看吧 我就是在李大人家门口啊 尿了泡尿就进来了 你说你也是在这门口尿什么尿啊 那会儿不知道啊,那年我才四岁 中环好酷式的八强赛继续熬战中 出赛中熟读国学的选手们再次回到了舞台 继续展示他们身后的国学底蕴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 大一小朋友还是再次用他可爱的性格斗乐了全场 另外,美丽的台湾女生张雨泉 更是受到选手当众表白哦 最后是创业真人秀节目 我是创始人 节目采用全新开放式录制模式 五位创业前辈组成前浪队 并先后与15位后浪队创始人进行创业实战 激烈争夺冠军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更邀请到吸引多年的人群出席节目哦 本期大联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